中午以後這項局針對台北 新北基隆等地發出雷雨警報 台北在下午開始就下起好雨 車子開在路上 雨刷刷再快都沒有用 沒想到的是台北大巨蛋 又傳出有多處的積水 室外下大雨 室內下起小雨 有網友跟著拍下屋頂落水的影片 直呼影響看球的心情 外面甚至還發生睡部的現象 對此 元雄集團表示 因為下城市廣場是戶外空間 潔水溝 排水來不及 後續將會檢討 也將進行排水管線的改善作用